我代表中国,代表所有喜爱格斗的人,我一定要站在这擂台上,让大家见证到中国人很强 说着最狠的话,打着最狠的架,要说王赛打美国人是第二狠,绝对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然而偏偏有美国人不信邪,身兑美国国旗来中国擂台要杨威 这个家伙就是美国拳王菲尔·巴罗尼 虽然常年混聚于美国街头,整天除了打架都哦,就是吃喝嫖毒 在连续战胜了几名中国选手后,他也是越发猖獗 发布会现场,不仅恶意推散中国选手,还把狗嘴里的牙签扔到中国选手的脸上 在比赛获胜后,更是无视现场所有人当众扛走了中国的美女记者带回了酒店 再后,更是在媒体面前公然表态,称中国女人就是她发现欲望的玩具 更是扬言,早晚有一天会踩着中国选手的尸体,血洗中国拳弹 如此混淡的行为和嚣张的态度彻底点燃了中方选手王赛的怒火 火西林王赛当即霸气表态,绝不让对手活着走出中国 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大战 火西林王赛大战美国流氓全王菲尔·巴罗尼 好,我们看一下,哎哟,这个瞎伙很有劲啊 好,我们看一下,现在正处于上尾的便是美国的流氓全王 纽约混蛋,菲尔·巴罗尼 这个家伙是个十足的混蛋 塞前表说呢,我们中国的姑娘啊,就是她呢,发现欲望的工具 还扬言要血洗我们中国拳弹 我真是很猖狱 而今天他遇到了这个美国人克星啊 美国人杀手,火西林王赛 但是王赛现在很被动 对方整体的体型呢,是比王赛大了三十多磅 所以说大家很清楚,打禅暴和贴身对局啊,它是有优势的 那可能王赛今天在力量上啊,也许要吃亏了 现在王赛要赶紧站起来才行 我们看王赛已经开始尝试去蹬对方的跨 这个是有机会可以站起来的 把地方蹬开,我们就可以站起来 这个菲尔巴罗尼的确没有什么战术 他只有简单的头脑,蛮力和重拳 在美国擂台更是战胜了九十多兵对手 这说明这个家伙的劲儿还是很大的啊 我们看王赛做了一个封闭式的防守,但是想往处转 这里有机会,我们背靠龙网 看王赛能不能够借着这个龙网的劲儿啊,站起来 但是我们看这个菲尔巴罗尼是死死的 他把王赛好像是当成了猎物啊,当成了女人一样 他搂住不撒手了 这时候王赛背靠龙网是有机会可以站起来的 这个菲尔巴罗尼,好的,这个又有机会 很漂亮,王赛呢,也是来到了战力的一个断头台把位 好的,连续顶级,打走 刚回到战力的王赛就开始连续的反扑 刚刚在地面上所有积压的怒火在这一刻也全部都释放出来了 美国流氓,菲尔巴罗尼已经是摇摇欲坠 王赛连续带走 怎么狠,怎么打,绝不打拳,绝不手软 我们看菲尔巴罗尼已经不行了 这个家伙已经是贪软的飞了下来 这应该是不行了吧 王赛在狠狠的打 最好打费他,让他以后没有办法再来中国 没有办法再欺负我们中国姑娘 好的,连续了砸手 打继续,狠狠打 侧防卫的把扣 王赛转身拿背,这是一个端头台的好机会 有了,这个端头台 哎哟,结束了,观众朋友们 好,那么恭喜火麒麟王赛 打得非常精彩,这样比赛也是逆风翻盘 因为对方有着30公斤,30磅的一个优势 在比赛过程当中,对王赛一开始就进行了碾压 但是最终王赛是挺了过来 没有认输,也没有服软 那么最后的赢家是王赛,是火麒麟 打得非常的精彩,主要是很解气 让这个美国流氓尝试到了中国人全头的威力 好,让我们恭喜火麒麟王赛 同学们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 好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再见